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用贵重的玉石来打造 不仅使玉玺成为一种珍贵的宝物 更意味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 其次 相比黄金 用玉做的印几乎很难改动 若不能改 便寓意不变 永恒 玉是 黄泉能千秋万世 我们再来说说玉的size 大家在影视距离看待的玉玺都比拳头还大 重量堪比板砖 那穿过玉玺也长这样 飞也 飞也 在战国时期 有一个叫苏庭的人 身挂六国象影 如果印章都像影视距离的那么大 他估计寸步难行 我们能看到最早的帝后印章 是汉代的皇后之席 特别特别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 边长只有2.8厘米 重33克 我们再来看看清朝乾隆时期最大的印章 太上皇帝之宝 边长有22.5厘米 这说明最初古人对印章的含义认识不深 仅限于功能性上的使用 注重便携 随着时间的退役 玉玺越做越大 皇家用厚重赋予的印章的威严性 等等 传国玉玺不就一个嘛 为什么会重做和变大呢 不急 齐丁环球军威威道来 传国玉玺 简称传国玺 相传是受前始皇之命 用和氏璧雕刻而成 这面刻着秦代丞相李子写的八个传字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这就是中国历代正统皇帝的凭证 秦二世死后 秦王子英将传国喜 献于汉高祖刘邦 王马创汉后 向少阳皇太后逼索玉玺 皇太后大陆置玉玺于地 而衰奔逆脚 王马命人以黄金相扑 后被汉光五帝刘袖夺回 三国时期 传国喜辗转到了孙坚元树手里 他们都认为手握玉玺 乃天命所归 可以当皇帝了 再后来 西晋丢两位简 隋朝丢 唐朝简 最后一次玉玺出现终影 是在五代时期 后堂末地李从柯 自焚后失踪 虽说是被毁了 但后代还是被各种出土 还精力的一直丢 一直被找到 而且都信誓旦旦 仿佛清剑 其实非常可疑 从历史中 我们不难发现 要说得到玉玺后 是天命所归 还不如说是 天命所归的人 得到了玉玺 决定天下一主的 终究是绝对的实力 绝不是一块石头 所以 多张什么的 不重要 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最重要 我们下期杀了 我们下期杀了 对的实力 我 要是 对的实力 对的实力 就会 可以